如果你玩牛仔不会勾人 看帅老师教学啊 这波大空电不要秒哥 蓄力给压力啊 然后蹲下骗他 这就找你们一定要学会啊 他一看有不同的动作 基本上会把人放下来的 就比如我这样的 直接骗下来啊 接着离椅子很近了 不要犹豫 直接秒哥啊 此时再把先知放到离椅子很远的大空地啊 就算我们吃一刀 但还是有机会继续握逼的 这时他肯定不敢再放了呀 因为怕挂不上了 那就不要犹豫啊 瞄准之后直接出歌啊 这波救人的戏剧啊 百分之百的新手玩家都不会懂的 你们看我为什么不救人啊 你以为我在卡血条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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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鱼女去抓结实的娃娃了 如果你救她 她就不能再操控她的娃娃了 也许娃娃就白给了呀 所以当我们确定鱼女击倒娃娃或者不追击娃娃之后 我们才救人 而且一定要无伤救啊 这样满状态的前方 握逼能力更强啊 这个鱼女还是不太了解前方 就比如现在这个距离啊 她其实完全可以直接挂人的 完全来得及啊 但她怕我撞 所以想先处理我 防止我握逼啊 那距离就被我拉近了呀 接下来可就没那么好处理我了哟 最后迫不得已啊 底牌切金身啊 不确定是不是金身 所以还是要撞一下的 给了一刀 那又如何 外面可是有先知的呀 直接给我拉下 这把路头心态崩了呀 众所周知啊 月亮河的路头很黑心的 尤其是在鬼屋啊 那这把他也是天狐开局啊 总共机制还没有一台啊 囚徒就直接倒地了 而且还浪费了先知的一个鸟 检查到了 真是太白给了 那此时我们作为一个牛仔必须站出来了 这把要说路头为什么会翻车啊 这是因为啊 他太怕牛仔了呀 其实牛仔的威射力啊 远远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强的 就比如这个点 他其实也没必要这样来管我的 也许我秒钩就失误了 那后面有一波也是这样子的 被我偷出了足够多的时间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里我以为他准备挂鬼板去了 所以直接秒钩了 结果真就没有钩的 还被守住了鬼屋的遗产机啊 那这种局面还有机会吗 你们看看外面机的情况啊 如果不死遗产机 宝皮应该问题不大 毕竟刚才我也是拖了一些时间的 但大富这波救人风险很大 会被卡门的 所以教学来了呀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一定要去和大富一起救人啊 不然肯定会出大事的 你们看我如何配合他的 OK 成功救下囚徒啊 并且还给了他阿里的空间啊 在他阿里的时候 我顺便把大富给摸满了 此时囚徒再次倒地 但我已经就位啊 必须要给足压力啊 牛仔的强悍点在于哪里呢 就在于啊 当队友离椅子很远时啊 可以发挥奇效 哎 这个倒地的位置就还不错啊 所以路头也不放心出来管我 但我躲钩子躲得非常帅 手里还有一个飞轮 其实也不是很慌 拼下来了 被抽到了 但问题不大 因为大富把囚徒摸起来了 那此时我们不要再握逼了 直接去修机啊 机制肯定够啊 顶级牛仔比别人强的地方在于哪里呢 就是啊 无药上头啊 如果我们继续去卧币啊 等一下死了的话 那最后台机就没人修了啊 那机制肯定不够了 所以啊 及时撤退啊 是高阶牛仔必备一时啊 那后面路头也是慌了呀 想来管机制了 我这里没想到他是直接勾我 还以为他去守囚徒了呢 那囚徒在外面重启一台机也是可以的 最后也是啊 成功拿下啊 这部剧人非常极限啊 最后路头也是直接投降了呀 牛仔强不强 那得看谁在玩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算论事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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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除了了你 让开 让开 你听得懂吗 我靠 我那个去 接管直接传你 白给一刀 我吗 我还得带上去 一半 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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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the callOh hi mom 不動了 讓開讓開讓開我扶到老爹 讓開讓開你聽得懂嗎 我靠 靠我這浮了哎呦 怎麼 -... 大傅 hab些人 ・いや 靠 闪心又好了 我靠 这个误人你们学一下 我靠 刚刚这个误人有没有人看到 简直惊呆我了 我靠我惊呆自己了兄弟们 我靠 我靠 怎么躲了你这个问题怎么躲 这个人他救不到去的吗 能救吗 老弟 死了 简坡他竟然不想想 帅 帅 看我这不会让他守不下 根本就不下去 七千五了 不是 我 吃 - 拿下- 拿下- 先掛這個人 罵- 把你送腳 罵- 送手